首先,湖南是当时,属于第九战区,也是我国军队精锐云集的地方,第七十四军,第十军,第四军,第二十军,第三十七军这个军就下辖第九十五师赵子龙师, 还有当时我国最强的六个炮兵团,拥有德国造105毫米和150毫米榴弹炮,瑞典七十五毫米山炮,在1944年,第九战区拥有几十四个集团军,十七个军,五十二个不兵时,及其他居属部队,并有轰炸进十八架,战斗机一百一十三架,从所属部队来看,云南部队一个军,穿军四个军, 广西部队一个军,中央军九个军,广东部队两个军,其次,就是第九战区武器,是各个战区除了页面远征军以外最好的战区,在1938年就开始装备苏联援助武器,其中,全苏系军,就有两个,配备全套苏联武器装备, 卧国进口的德国榴弹炮,战防炮,瑞典山炮也大部分都配备给了第九战区,另外就是蒙将如云,薛月,王又武,杨森,李玉堂,邦贤爵,施中成,张林福,罗卓英,李爵,关林芷,混奎昭,杜玉宁, 戴安兰,郑洞国,邱青泉等等都曾经在这个战区,然后就是湖南地形是谁保沙地,有利于防守,我国军队也从在湖南修宪了大量攻势和防御线,同时,湖南又是我国当时最好的兵原地,以及主要粮食产区,无论征兵,还是吃饭,都比较方便,抗战,湖南征兵募兵,大概10余万人, 是全国第二大兵原输出地,平均14个湖南人中,就有一个人上了战场,这才有了第九战区间第25班的光辉战绩,武汉会战,三次长沙会战,长德会战,长恒会战,湘西雪峰沙大战,发生在第九战区的七次大会战,也展现了湖南人的倔强和顽强,毕竟第九战区的主要兵原地就是湖南。